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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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色眼界的颜色就是绿色 大概比这个没那么绿 再浅一点 你看到像阿拉伯国家的图 还有国旗都是绿色的 然后伊斯兰教是少数也有书法的教宗教 中华文化有宗教 伊斯兰教也有书法 好那讲到穆罕默德 这是伊斯兰文明 从我们所学的西方的基督文明来看 常常是被误解的 那现在因为有很多中文书 那也有一些西方学者不太喜欢这样的误解 所以找了很多跟这个 就是要认识穆罕默德或者伊斯兰教 现在的文献是比以前多 但是显然还是不够的 但有关穆罕默德的文献 有些是文学上的资料 然后这有几个不同的说法 这都是有点陌生的 那他认为这些文学资料是这样的东西 古兰经的注解 还有或者古兰经传说的先知的话 或者这前面根据什么作品 有一个Ibn Shach 他的作品是最早的 穆罕默德的传记 我最先看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版本 后来买了一个大概七八百页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译本 英译本 那另外也有手稿跟铺巢子的一个 这个跟基督讲到耶稣的时候是差不多 那还有一些是非穆斯典的资料 因为穆罕默德的生日年月大概到了西元的第五六世纪第七世纪 所以相对的资料是比耶稣这些我们前面讲的人是要多的 那也有明文也有钱币也有考古资料还有古兰经 但其实古兰经很少提到穆罕默德的生平世纪 因为古兰经是安拉派的这个天使叫做Gabriel 然后叫他念的 所以古兰经是 然后穆罕默德是文盲 所以这是一个奇迹 文盲怎么会念出这么优美的 据说阿拉伯文里面 古兰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美的散文 是有一个不失智的人念出来 然后是因为天使抱着他叫他念出来 这显然是一个传输的过程 这个很有意思 这跟其他不太一样 那那个另外一种书叫做圣讯 英文叫Hadith 那也有叫Isnaud 也有叫Madna 也有叫Hadith 通常都是跟这个穆罕默德相处过的人 然后传输了穆罕默德的这个 穆罕默德在他们的说法叫做穆圣 穆罕默德圣人简称穆圣 就传说穆圣的各种言行 非常非常详细的记载 非常详细 等到你后面你就可以看到 前面的都没有那么详细记载 对耶稣做什么 虽然他生命时间很短也没那么详细 穆罕默德是所有的记载里面 在我们五大圣人里面是超级详尽 几乎他做的每件事情都有人看到 都有人传输 那他们在传输的时候都会有传承的戏谱 说我这是听谁谁谁说的 或者这个我有时候就穆罕默德的太太 最小的太太叫Aisha 或者她的这个什么 她的外甥 然后兼这个女婿 阿里说的 或者是两个人三个人 她的传输过程 这传承系补是很清楚的 这比在我们的五大圣者里面 她是最清楚的 那个我们在讲佛教的时候 佛陀对佛经 就是说阿如是我闻 那通常只有阿难说的 那这个伊斯兰的这个系统 显然相对的是比较多的圣训 然后苏尼派接受六家圣训 这六大圣训呢 现在全部都有中益版 我全部都买到了 这在我刚开始交的的时候是没有的 我在2006年刚开始交的的时候是没有的 后来有了 布哈里圣训是最常见的 也有精华版 台湾早先也有这个版本 布哈里圣训 穆斯林圣训 这个一个这个人叫穆斯林 而不是他是回教徒的意思 这个人就叫穆斯林 那他这是两大圣训 那这个穆斯林圣训 跟布哈里圣训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这都非常厚的一本 都非常厚的一本 记载非常非常详细 然后一本马哲圣训 艾布达伍德圣训 提尔米兹圣训 跟纳萨仪圣训 每一本大概都有厚度 大概都有我这个杯子的厚度这么厚 大概都七八百页 然后都大本的 然后字是普通的字 那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编转的百科全书 他们把收入了两万九千条圣训 大家都在比多的了 所以穆罕默德东西非常多 然后这个主要的文献一个是古兰经 那古兰经呢 这是真主启示给穆罕默德 所以在穆罕默德之前没有古兰经 然后第一个定本是奥斯曼本 然后古兰经的名称 跟他的意义 名称跟意义呢 总共可以列出根据字典 可以列出三十六项 我这见讲义 我这边只是写下 譬如古兰经的意思 他有最美的言词 也是喜讯跟佳音的意思 也是明正的意思 也是招式传达的意思 也是明显明正明白详述 这样子的意思 那古兰经的汉语译本 有这么多 从这个1927年1931年 在1949年以前 后来你看32年42年45年 就古兰经的译本 然后这也是1943年 1947年 1958年 这个台湾最容易看到的 是原来这个古兰经 国语译解 十字周 所以大概除了少数 翻成可兰之外 我们一般都翻成古兰经 这个是我们外行的 你翻译的时候都说 要叫可兰经 早些英文也有 Koran K-O-R-A-N 这样的拼法 然后现在呢 都用从Q-U-R一撇 A-N Koran 所以大概接近古兰 比较不接近可兰 这是习惯的问题 这些 我可能还不太完整 然后各章的名称 综艺本也略有不同 在讲义里面 我列了很详细的表达 大概三列到四列 那圣训呢 圣训有两个同意字 这没出来 一个叫Hadid 在这里 另外一个中文叫圣训 本意就是语言的意思 一个叫Suna 是道路的意思 所以这是圣训 圣训呢 是专门指穆罕默德讲的话 为汉迪斯或者顺奈 这是翻译的音译 那圣训上所谓 所以汉迪斯书呢 不仅是指穆圣说的话 还包括穆圣行的事 以及别人说的 经穆圣许可或默认的 那圣经 古兰经早在艾布伯克尔的时候 这是他早先的传人之一 就当哈里发的时代 这个我们也会讲 后来有 伊斯兰教是靠哈里发制度 到现在为止 或者叫Khalifa 或者叫Halifa 所以看你知道K发音 还是H发音 这里是用H发音 就开始编辑了 圣训是回历第一世纪 回历大概就是西历的第七世纪 因为初期的穆斯林 是害怕圣训跟天津混淆 天津就是古兰经 然后苏旦天津重要性 然后害怕一时不慎 有伪造圣训的嫌疑 伪造圣训在伊斯兰教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 因而将来会进到火域去 因此大家只敢做口头传述 就不敢做笔记录 因为我讲错了 到了阿巴斯王朝时代 继圣训的人相继过世 一般关心圣训的学者 以圣训的泯灭 是圣教的严重损失 所以大家出来做圣训的收集跟编转 然后就这样的故事 简单讲是这样的 然后传书圣训时呢 大都是圣门弟子 他们中天不离牧圣左右 然后对牧圣一言一心一举一动 知道最清楚 传圣训多寡固不相同 大抵经常追寻牧圣 从事教务的传的圣训多 忙于农事跟商业传圣训少 接下来几位传圣训最多的 阿布胡赖什么艾士野门人 还有这个鄂启舍 伊本欧马 扎比尔艾奈斯 伊本阿木尔 这些人 都是这边都后面有记载 然后著名圣训 刚刚讲的六大圣训 不赫里或不哈里 看你怎么翻译 穆斯林或穆斯林 然后艾布达伍德 铁蜜记 那有不同的翻译 奈塞尔 圣训呢 就是有概括的 一般的指示员的分析性的 大家说我们的引文你就知道 还有圣训实验分 有停止跟被停止的 还有这个 譬如说小径 小径简单说就是上厕所 特别是男人上厕所 摸自己的生气是否坏小径 有三段圣训 一段说不坏 两段说坏 就是传述的时候 我听他说坏 另外说不坏小径 一般法学家两段停止了 一段停止跟被停止的问题 说明了圣训发展 因先后缓解 因时至宜 因地至宜 因时因人 因地至宜 事与解决具体的问题 不表示圣训自相矛盾 所以所谓的自相矛盾 是因为你不知道 是在什么场合讲的 那个圣训是适合那个场合的 那有奖励性的 也有警戒性的 那有的是持续的 有些是著名的 有些是个人的 还有叫伟圣训 就是说因为正征 学士 学征应该是 正征学征 教征足征 逢赢全贵 所以迎合人心 破坏圣训 很多好事 捏造了不少的假圣训 反正死无对症 那你能说 我也能说 你说那个 我就说这个 死无对症 当然 这个安达都会看到 这个你这假圣训 你家入火域 所以对圣训 真为应该加以辨别 辨别方法有两个 从形式上来看 要研究传述系统 所以谁讲的 谁听谁讲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科学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这个顶多 譬如说你在网络上传什么东西 你传连结 以前说不能传正文 你只要传连结 现在还可以传正文 那你如果传连结 那我就知道 你是跟谁讲的 你现在传 传那个正文有时候 我就不知道你是抄别人的 你传连结 我就非常清楚了 那我还可以回到 那连结去看 那如果每个人说 都是连结的 那不就很清楚了吗 好 所以这个传述人 是品端学优的圣能弟子 而且所传的圣训 是合乎古兰经的精神 合乎牧生的身份 合乎正当的理智 合乎大众的利益 合乎普遍的真理 如果全合乎 便是正确的圣训 否则便是私人杜担 这个在所有的圣者里面 都有这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 他听到他传的是真的 我想这是一个 他们用的方法 至少伊斯兰教用的方法 我觉得是相对而言 在所有五大圣者里面 是最科学的 好 那穆罕默德传记 我仰赖的是这个 刘至明朝 天方至圣十路 我们不是有天方夜谭吗 就是阿拉伯的意思 天方 能在天一方很遥远的至圣 我们通常至圣是孔子 那他至圣十路 这是1724年 是清朝不是明朝 所以天方至圣十路 天体汉文传记 是由刘至编写的 雍正二年 对 据阿拉伯文的一本编程 现在很多的 中国的这个 伊斯兰教徒 还是学阿拉伯文的 他们有人念这个 古兰经 还是用阿拉伯文念的 我听说印尼的人 也念古兰经 也是用阿拉伯文念的 所以你看有些印尼的移工 他们如果 他们好像做移工 可以不要五天崇拜 有些人在念这个 念这个 古兰经的时候 是用阿拉伯文念的 在台湾的伊斯兰教徒 有些是靠 这个 念的是国语 但上回我在社会学那门课 考一个学生 他说他是回教徒 我说你念一段阿拉伯文 他就念了最有名的一段 就是一开始的一段 他是用阿拉伯文念的 就是 意思就是说 没有别的神 只有穆罕默的这个神 只有安拉这个神 然后穆罕默的是神的使者 安拉是至人至生至词 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阿拉伯文 好 那乾隆四十三年 精灵又堪映 又什么什么版本 这样子 所以这是伊斯兰教的最早的 中文的记载 因为那时候准备这个讲义的时候 我找不到太多英文的材料 然后后来我找到 那就是我后来找到这一本 这是宁夏出版是1983年的 这个穆罕默的传 那我现在正在看的是这一本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uhammad 最早的传记有这个Cartier的 这个总共有好几本 四大册 我后来买到了 非常贵 然后还有这个Guden Guden就是土耳其前一阵子的政变 传说是这个人支持的 这个人住在美国的费城 不知道翻成葛兰他什么运动 这个台湾有一个译本 大陆也有一个译本 叫葛兰先知穆罕默生命的面貌 这好像是一个单位支持出版 另外Karen Armstrong 在穆罕默德也有一个中译本 我只没有把它写下来 所以这是穆罕默德的传记 那争论的问题 就是可视传统的可靠性的问题 还最初书面文献的记载的问题 还有什么地方是文学的渲染 因为这个问题 跟所有的圣者都差不多 除了苏格拉底 那研究者身份跟立场的问题